12月19号是安德四十与爱同行 安德创设40周年纪第五届剑走活动的日子 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 因为预复自行车道以及安通铁马驿站 正在进行改善的工程 所以剑走的起点和路线 改到了玉里火车站以及玉里镇的街头 用装扮采接剑走的方式 来庆祝安德40岁的生日 大家一起乐舞飞扬玉里镇 10月19号是安德四十与爱同行 安德创设40周年庆继第五届的剑走活动 今年比较不一样 因为预复自行车道以及安通铁马驿站 正在进行改善工程 所以剑走起点与路线改道到玉里火车站 以及玉里镇街 我们安德中心的朋友们 他们的喜乐 也帮助我们来继续的照顾他们 也陪伴他们 因为他们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喜乐 我们开始这个活动的时候 也请最大的家长 我们的老天爷天赋 这次采用装扮彩接建筑的方式来庆祝安德40岁的生日 活动的前几天 安德所有的著名都在彩排 都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今天我们庆祝安德中心的十十岁 从十十年以来 一直在照顾他们 活动同时也有办理爱心园约会摸彩等等的精彩活动 更能够看见丰富多元的摊位 玉里镇长华林县议会的副义长 玉京农会的总干事等等长官丽林参与活动 玉里镇的街头这一天非常的热闹欢喜 记者高雄双玉京采访报道